Ubisoft 的招牌戰術型射擊對戰遊戲 紅彩 6 號手機版 終於在加拿大、墨西哥等地區展開測試 看來距離全球上市的時間已經近在眼前了呢 紅彩 6 號 M 將原本的玩法翻到手機上 當然許多細部的地方有經過調整 讓手機玩家可以玩得更加輕鬆 像當我們用攝影機或是無人車偵測到人之後 會直接穿牆顯示敵人的投影 這點讓鐵牆變得非常重要 若防禦沒做好 敵人就可以隨時穿牆射擊 再來就是多了戰術射擊模式 我們只要按住瞄準鍵 轉心周圍就會出現圈圈 只要有敵人進入圈圈範圍之內就會自動開火 不過還是要手動瞄準 電腦的反應沒有手動射擊快 不用擔心破壞平衡 整體的節奏變得飛快 雙方只要各攻守一次就結束了 一場不到十分鐘就可以玩玩 讓我們期待遊戲正式推出 一起來見證紅彩六號的魅力所在吧